民眾走在棋樓 前方卻被一大片鐵捲門擋住了去路 只能繞到通行 實在很困擾 有屋主認為 棋樓是自家房屋的延伸使用空間 常常擺放盆栽雜物 甚至用鐵捲門将自家棋樓围了起來 當作自己的使用空間 稅務局提醒 這樣通通都會被課稅 涉攤營業了 或者是加裝鐵捲門 把它封閉起來 不讓人家通行的話 基於課稅的公平 房屋稅 這根據它的房屋限制來課增 如果無償開放棋樓提供公共通行 就不用被課增房屋稅 但如果作為私人用途 稅率就會依使用的情況而有所不同 譬如說它營業 就是課營業用的稅率3% 如果它是住家使用 那它就是自住住家用的稅率1.2%來課增 稅務局強調 棋樓如果有使用情形變更 屋主應該主動申報 否則除了要補稅還會被開罰 但該不該課增棋樓的房屋稅 民眾看法不一 棋樓作為私人用途 除了會被課增房屋稅之外 2400元以下罰緩 警方提醒 架裝鐵捲門增加使用面積 就是違裝建築 接貨通報就會喊請市府杜發局依法查處 華視新聞林建峯謝賢忠 台中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一天 你 你 我 我們 你 我們 我們